iPhone 16 Pro,重大升级抢先看 科技界对于即将问世的iPhone 16 Pro充满了激动与期待 这款新机型预计将在iPhone 15 Pro的基础上 带来一系列突破性的技术革新 屏幕体验全面升级,更大,更生动的显示屏 iPhone 16 Pro系列预计将配备尺寸更大的显示屏 其中iPhone 16 Pro Max有可能成为迄今为止最大的iPhone 新机型可能会提供6.3英寸或6.9英寸的屏幕选项 相较于iPhone 15 Pro Max的6.1英寸屏幕 这一变化是显著的 更大的屏幕尺寸意味着用户将享受到更加沉浸式的视觉体验 无论是观看视频,玩游戏还是进行多任务处理 都能得到更好的视觉享受 此外,新款OLED屏幕采用了先进的亮度和微透镜技术 显著提升了显示质量,让色彩更加生动 对比度更加明显 性能与连接性大幅提升 在硬件配置上,iPhone 16 Pro系列有望在处理能力 热管理以及连接性方面带来显著的改进 全新的A18 Pro芯片 采用台积电领先的3nm工艺制造 预计将大幅提升性能 实现更快,更高效的多任务处理 新机型还预计将采用全新的热设计 包括石墨烯散热器和金属电池外壳 有效散热的同时,还能延长电池寿命 此外,新机型将支持WiFi 7连接 为用户提供更快,更稳定的无线网络体验 确保流媒体播放和网页浏览的流畅性 相机系统迎来革命性升级 iPhone 16 Pro系列预计将在摄影领域 带来一系列重要的相机升级 成为摄影爱好者的新宠 主摄像头传感器的大小将有所增加 iPhone 16 Pro Max将搭载 1除以1.14英寸的传感器 相比iPhone 15 Pro Max的1除以1.28英寸传感器 增加了12% 这一升级将显著改善低光环境下的拍摄性能 和整体图像质量 超广角相机也将迎来重大升级 搭载高达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 此外,新机型还将增加一个专用的拍摄按钮 用于摄影和摄像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长焦相机也有望得到升级 iPhone 16 Pro Max可能会配备一个焦距超过300毫米的超级长焦镜头 这无疑会吸引摄影爱好者的极大兴趣 电池与充电技术革新 据悉,苹果公司计划在iPhone 16 Pro系列中引入堆叠电池技术 这一创新技术有望提高能量密度 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iPhone 16 Pro Max预计将配备稍大的电池 容量从4422A增加到4676A增加了5% 这意味着用户在两次充电之间可以使用更长时间 新机型还可能支持高达40W的有线充电 相比iPhone 15 Pro的27W充电功率 这是一个显著的提升 此外,新款iPhone可能支持通过MagSafe进行20W充电 为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充电选择 AI与音频技术同步升级 iPhone 16 Pro系列预计将通过软件更新 获得一系列基于AI的新功能 这些新功能将进一步增强设备的能力和用户体验 新机型还将配备升级后的麦克风 具有更好的性造笔和防水性能 这些改进旨在支持新的AI功能 这些升级将带来更清晰的通话 和录音音质 尺寸与发布日期 为了适应更大的屏幕 iPhone 16 Pro系列的尺寸预计将略有增加 但厚度将保持不变 iPhone 16 Pro的预计尺寸为 149.6mm高和71.45mm宽 而Pro Max型号的尺寸 则为163.0mm高和77.58mm宽 新机型的重量也有所增加 iPhone 16 Pro重194g Pro Max型号重225g 最后 iPhone 16 Pro和iPhone 16 Pro Max预计将在秋季发布 与苹果传统的9月新iPhone发布会相符合